我們進到簡報第15頁這邊 跟老師分享一下 您在遠距教學 其實可能會有一些狀況可以做參考 第一個 您可以看到 現在教育部也有規定 遠距的原則上就是佔理辦 對不對 所以您說真的 不用說跟學校的上課時間一樣 因為我們等一下還會跟各位老師分享 就是Google Classroom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就是所謂數位學平台 那你把它當作是一個什麼 數位聯絡部當然也可以 至少腳交作業非常方便 那這邊要特別強調 不是上好上滿就好 為什麼 因為說真的 您如果說上遠距的課 假設是那種就是 六堂課就好了 你一天上六堂課都在電腦前面 真的很累 像我現在 就是有幾天晚上 我會幫那個秘魯的華文中小學 因為他們停課比我們久 他們現在都是遠距教學 他們用盾 那因為學校的設備不夠 所以他們學校就是 有讓人家就是 幫忙策錄他們的上課過程這樣子 錄好之後再傳回去給他們 如果有小朋友沒有上課的話 他就可以再上去看 那他們就是真的到學校的上課時間 只是他們是上四節課而已 所以他們就是上面有終身 下課休息十分鐘 十分鐘之後再分組 進到不同組 然後老師再進去上課 我們剛剛真的比較累 我們從那個小朋友的這個整個的上課情形 也有發現 有些小朋友就比較 就是會比較沒有辦法看過專心 當然他們人數不多 所以用這種方式還可以 再來就是老師在準備 準備所謂的上課 跟同學反應的時間 絕對會拉長 為什麼 因為光進教室要進二十分鐘 你看我們剛剛進教室有沒有等很久 我們剛剛請大家 進到我們的遠距教室 現在是因為在現場 所以我還可以去解決 可是如果同學在家裡 也是就沒轍了 他再進不去你就沒辦法 所以 目前我們那個WebX 沒有錄影的功能 所以可能老師就必須要另外錄影 那如果是論本身 他是有錄影功能 就可以直接把它錄下來 就變成說這個是不一樣 老實講 為什麼以前 還沒有進用論之前 大家都選用它 因為它的工具比較完整 它有分組的功能 可是沒辦法 既然進了 就是只好找一些替代方案來做 那再來就是 剛剛老師看到的 反應的時間是會拉長 對不對 因為你要問他有沒有問題 要問很多次 呵呵呵 不是問一次就好 再來就是 老師需要準備一些東西 就好像我剛剛準備那個轉盤 對不對 或者一些其他的 讓他可能有一些興趣 不然的話 有時候 您還是會輪圍 就是在上面講 反正你也知道 你看不到他嗎 我跟你講 我們家小朋友現在都有演練了 你來看一下 在這種情況之下 老師覺得上起課來 有什麼感覺嗎 通通看不到人 有沒有 我們家小朋友他也不想要開 你知道嗎 哈哈 因為我都跟老師講 我們台東市已經有在演練了 我們家小朋友會自己把麥克風跟攝影機關掉 風靈打開了 我才不要 哈哈 請問你他不要開 你可以強迫他嗎 哈哈 也不行啊 對不對 對啊 當然不開有個好處就是 網路的流量會比較小 可是缺點就是 老師他會唱獨角戲啊 你看不到他的表情啊 他只看得到你啊 對不對 不像叫教師 我一眼望下去 他在幹嘛 我怎麼看得清楚 所以這個 就是 會有一些不同的狀況產生 那 當然 遠距教學 還是要配合一個 適合的數位學習平台 所以 老師呢 可能你講的時間 相對就會比較短 因為你講太長 專注力不夠 把它很容易就分心了 再來就是 不要忘記要適度下課休息 不是說 老師你今天我上了一個小時 或者我上40分鐘 像教室這樣直接上到晚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一般的專注力 大概是5到15分鐘而已 所以我們一般所謂的翻轉教學 他都會比較強調 我錄的影片不要太長 所以老師你們可以知道 為什麼我這個影片 我通常都會短一點 我錄一段 我就怎麼樣 就放上去 那 您看到這些長度 大部分 都不會超過15分鐘 所以他要看哪一段 這就比較簡單 這個是跟老師稍微分享一下 您如果未來真的不小心 遇到的話 就可以試看 那當然 遠距的這些 也有老師 分享的一些其他的 那您可以做參考 再來就是 也有家長的意見 要注意一下 對不對 高中子的應該比較還好啦 因為比較大 國中小的 可能就 更不容易有所謂的規律的作型 包括你看 家裡面又沒有終身 對不對 我遲到 你又不能怎樣 然後再來 功課 如果通知很多 他又很亂 然後家裡面的設備 夠不夠 因為有些家裡面 可能是家長 是 什麼 用行動上網 家裡面沒有那個 有線網路的 也有 反正蠻多的 甚至有 兄弟姐妹的 會互相干擾 我來上一下你們這一班 當然是上一下那一班 對不對 會互相干擾 都有 好 OK 這樣 老師對於我們 遠距的這個 視訊會議 有沒有比較了解了 好